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钢铁 石化 各种重工的产业 在东北都是很发达 所以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都知道 东北就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做工业产品 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工业重镇东北 韩志强所在的巨路控制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专注阀门等公控产品的销售服务 在大连发展已经有30年的时间 和传统印象中的制造业车间不同 如今的车间展现出了更智能化的一面 以前一个阀门坏了到工厂来 我们只有一个方式检修 就是把它全部打开 然后看里面哪里磨损 哪里坏 但现在的检修已经不是 我们先通过这个智能化定位器 先做一次诊断 诊断完了之后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阀门很健康啊 大陆市场庞大 竞争激烈 不断创新 成为了企业破浪前行的必然选择 为此 居路公司加快数字化转型脚步 不仅建立智能化管理系统提升管理效率 还推出阀门智能诊断维修服务 并成立专门的服务中心 那这服务中心成立它是每年成长 就是年复合成长的速度是很高的 就是大概有10到15这样 所以你看这5年一下来 可能就是百分之百的成长 在大陆发展多年 韩志强亲眼见证了大陆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他说 随着中国是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台胞台企的发展空间更广 舞台更大 机遇也更多了 必须抓住时代机遇 成事而上 像中国现在Polysilicon这种多金贵的产能 已经是全球第一了 中国的PTA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 所以中国现代化带来它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而事实上我们也跟随着中国现代化 也获得了很多的红利 也就是说因为它的设备的要求也越先进 设备的要求的量也越多 所以这对我们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根基在实体经济 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 因应工业产业结构调整 主营链条业务的台企 天云工业有限公司 引进了机械手臂和可视化系统管理技术 打造智能工厂 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在原材料方面 企业也从以前主要使用进口原材料 转变为现在80%以上 使用本土钢厂的原料 仅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步伐 企业的经营思路也在改变 不仅加大了内销比重 还致力于引发制造链条 取代进口链条 我们最早以前是外销80% 内销20% 我们也通过这几年的努力 变成外销是65% 内销是35% 未来在内销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策略里面 取代进口链条 也是我们提供给客户 最好的一个性价比跟高品质链条的一个服务 跟诉求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过程里面 慢慢地在这个市场去推展 然后把我们内销的这个业务 慢慢地把它做大 从过去机器的轰鸣声 大型冲压设备的撞击声 工业锅炉蒸汽的呼啸声 到如今智能化设备 机械臂的静音操作 工业不再单纯依赖大规模粗放式的生产方式 而是注重效率 质量和创新 朝着智能化 精细化 客制化的趋势发展 以智能装备制造为引领 两岸正加大拓展 工业产业融合新领域 韩志强介绍 目前大连是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 正计划申请设立台青孵化产业基地 希望吸引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发展 为振兴东北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吸引更多的人过来 这是我相信绝对是能够帮助东北的 就是不管在人啊 在各种产业方面都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进来 我相信这是我们可以指日可待的事情